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开始我们启示录第五个礼拜的研读 我们今天还是只念在停留在14章这个地方 但是我们要念深一点 我们要讨论的topic是白色红色 还有两个hebrew的字 一个叫taula一个叫kikayong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旧约的架构新约的架构 还是放在这边给各位同学做参考 然后这个图形就是我们的go 我们在念完这个revelation的时候 可以把这个图形能够连起来 所以我们上一次念到第12章到16章的时候 我们念到了一位人子 他站在七个灯台的中间 他穿着长衣到脚 胸间竖着金带 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人子再稍微elaborate一下 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 人子son of man是耶稣的prophetic name 那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son of man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是表示messiah的意思 messiah是一个希伯来字 原来念法是念mashiach 这个ch念ha的音 h的音 所以是mashaha这样念法 所以是messiah的意思 然后到了新约的时候 改成希腊文的时候 就是Christ 那不管是messiah还是基督Christ 都是讲说是被恩膏的那一位 所以是叫做the anointed one 你如果对anointed还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做了一个topical study 进去找那个视频来看 我们有很详细的讲解 那什么样的人可以被anointed呢 就是一个君王 一个royal 然后一个先知 prophet 或是一个priest 所以耶稣基督是唯一能够fulfill 这三重身份在一个人的身上 OK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答案先给大家 son of man 人子 是一个prophet 就是耶稣基督的prophet 那耶稣基督呢 就是弥赛亚 就是Christ 就是anointed one 他是君王 他是先知 他同时呢 也是祭司 他要来呢 把我们这个整个世界呢 从这个evil sing 这个death 这个里面救出去 所以son of man 你如果去看旧约的话呢 在旧约里面呢 就是son就是ban的意思 所以是Adam Adam就是man的意思 Adam就是那个红色的土 所以son of man 在原文就是ban Adam ban Adam呢 在希伯来圣经 在旧约的里面呢 总共出现了107次 那107次当中有93次呢 都是出现在这一本书的里面 以西节书 那在以西节书呢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以西节在以西节书里面 通常他自称他自己 是以西节 OK 所以在希伯来书的里面 有很多的地方 在以西节书的里面 讲到son of man 是指 Ezekiel他自己 然后呢 在其他的希伯来书 在其他对不起 其他的希伯来圣经 旧约圣经的里面 有的时候这个人子 可以指 就是一般的人 human 那讲到是human的时候呢 就是要把神跟人 就分开了 所以人是比较lowly status 比较低的位置 然后神的话呢 是比较高的位置 比较崇高的 exalted dignity of God 所以在民书记 23章 19节的地方 就讲 神不是人 神不是人子 所以他说话 他是不会讲谎话的 他也不会后悔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里的人子 son of man 就是指 一般的人的意思 那还有一种呢 在旧约的时候 就是在 但以理书的时候 但以理书提到 这个Meshire的时候呢 都是在讲一个 对末世去预测的 这种prophetic name 在end time的时候呢 会有这么一个人来 然后这个人呢 他会来这个审判 这个世界 所以呢 这个就是弥赛亚的意思 也就是说 在旧约里面呢 可以是讲到 是以西节 可以说是一般的人 或者是弥赛亚 还没有来的那位弥赛亚 所以这个都是 son of man的代表 那最常见的是 在但以理书 七之十三的地方 可以看到 但以理呢 在晚上的时候 就看到了一个 很像人的一个人 像人子 一个son of man 这个人呢 他驾着云而来 然后呢 他被领到这一位去 这一位的面前去 就是亘古常在者 the ancient the ancient of days 会领到这个人的面前 那这个人 我们就知道 这个人子呢 就是耶稣 OK 好 这是在旧约的时候 那我们把全部的事情 都兜在一起 我们为什么要等 这么一个人子来呢 这是因为原来的那个人 犯了错了嘛 对不对 所以在 那个上帝 他先造了一个伊甸园 然后在这个花园的里面 造了两棵树 一棵是生命树 一棵是分别善恶的树 the tree of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那我们也知道 亚当呢 就吃了不该吃的树 那这个就是 所以神说 分别善恶的树的果子 你不可以吃 那他后来又造了人 就是造了亚当跟夏娃 那亚当夏娃 我们知道他是按照 神的形象造的 所以是一个 royal image 然后造出来的 一个很大的目的呢 是要跟神同工 做神的partner 然后呢 去管这个全世界 不管是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会飞的 会跑的 会跳的 都可以 所以神的宝座 如果在这个地方 他建造了一个地球 他就盖了一个小宝座 就让这个亚当夏娃 坐在上面 做这个 ruling king 和 ruling queen 那接着我们就知道说 来了一个 这个evil entity 这个evil dark spiritual power 他来了 这个蛇来了 这个serpent来了 就引诱他们 吃了这个禁果 然后他们就真的愿意了 就他们吃了这个禁果以后呢 他们放弃了 他们原来可以跟神 一起统治的这种 坐在这个高高的宝座的 这个 这种 这种 destiny 这种 这种 优势 这种 很特殊的一个 一个权位 他们放弃了 放弃了以后呢 就他们想要自己 做自己的王 所以最后呢 就把所有的人类呢 都带到了 这个毁灭的 那个地步去 那也不是只能 怪亚当夏娃 他接下来的人呢 在面对 考验的时候呢 往往那个选择 也都是选错的 像他们生的小孩 那个两个儿子 就打起来了 那king呢 就把他的 那个able 那个兄弟 就给杀掉了 然后接下去呢 他们又再生了孩子 那个赛斯 赛斯一路呢 传到了挪亚 然后盖了个挪亚方舟 然后他从挪亚方舟 出来的时候 他也喝醉了 那接下来呢 亚伯拉罕呢 罗德 Jacob Moses 一路传到了你跟我 我想我们在面临 很多选择的时候呢 我们也都 compromise 我们也都打折了 我们也都想要自己 去坐在自己的宝座上面 使用我们自己的 良知 我们自己的智慧 然后去判断事情 所以在神的面前 我们每一个人都sing了 sing是一个 打拔时候的这个术语 这个没有中红心 因为我们不知道 红心在哪里了 我们跟神之间 那条线断掉了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都falling short了 所以那 instead of神今天说 OK 你今天可以去管这些动物 我们变成动物的一部分了 we're part of the kingdom animal了 那因为犯了这么大的错 所以神呢 就一巴掌的 把这个宝座 人的宝座 把人呢 也都赶出了 这个伊甸园 蛇呢 也都一巴掌 轰出去了 所以就是说 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统治世界 这个宝座呢 也就空掉了 就等于把整个地球的 侠治权的这个地气呢 就给了这个撒旦了 可是这个事情 不是这样结束的 我们知道 因为我们念过 我们在Genesis 第三章15节的时候 就讲 那因为第一个人 第一个亚当 这个没有成功 所以呢 还会再来一个 还会来一个 末后的亚当 The last Adam 然后这个 last Adam呢 就是人的后裔 是女人的后裔 所以是一个 son of man OK 他以后呢 会坐在这个宝座的上面 他会是一个弥赛亚 然后他会来 那个把所有的人呢 从这个苦难中解决出去 他是一个deliverer 所以接着我们在念 这些旧约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找 到底谁是这个 potential的son of man呢 所以我们念到 亚伯拉罕 嗯 不错 但是也不行 Joseph也不行 Moses也不行 后来就兴起了 士师也不行 先知也不行 亡也不行 所以一代一代传下去呢 就一直到最后的 那个final promise son of man 大家都在等 所以呢 这样一路呢 就念到了 但一里书 但一里书在第七章 十三节的时候呢 这个但一里呢 终于就看到了 来了一位 这个人子 然后这个人子呢 就被 做了这个陈云啊 就架着这个天云呢 就呜呜呜呢 就到了天父的面前 到了亘古 常在者的 这个前面 他通过了考验 所以呢 这个空调的 这个宝座呢 今天呢 就有这一位人子 坐上去了 然后这一位人子呢 就可以跟神呢 同工 所以他最后呢 会得到权柄荣耀国度 而且各方各国 各族的人 都会去侍奉 这一位人子 所以这一位人子呢 就是传说中的 那个promise 的son of man 可以把人呢 带回伊甸园去 所以son of man 在 但一礼书 在旧约的时候呢 就告诉我们 会有一个 这样的人子出现 到了新约的时候呢 马可福音 第一章第一节 就直接讲了 你们等的那位 弥赛亚呢 就是这个 耶稣基督 这个是福音的起头 所以我们前面念的 son of man 是弥赛亚 是Christ 是annointed one 最后呢 是在新约的时候 耶稣基督的 这一个人 fulfill上了 那在耶稣基督 在新约 我们刚刚讲 说在旧约里面呢 如果你看到son of man 这个字的时候 可以是以希节 可以是人 也可以是未来的 这位弥赛亚 那在新约里面 你如果看到 人子这个字 son of man 也有几个地方 可以看到 第一个就是 耶稣他自称 他自己就是son of man 因为他自己 就是那个弥赛亚 所以你可以看到 马可福音第二章 第十节的时候说 这个神在 这个人子弥赛亚 在地上会有 赦罪的权柄 这个人子呢 指的就是他自己 然后呢 马太福音 第八章 第二十节的时候 他跟一位 那个文士在说 你要跟着我走 你要跟着我去传教 没有问题 但是你知道 我晚上睡觉的时候 连枕头都没有 他自称为人子 那还有在新约里面的 就是我们在 启示录这个地方 提到的 就是约翰呢 去形容耶稣基督 所以在新约的时候呢 你已经可以看到 这个son of man 这个弥赛亚呢 已经很清楚的 指导 就是耶稣基督 OK 所以耶稣呢 就是我们的人子 他来了 然后他传了教 然后呢 他最后定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而死 但是呢 他最重要一点 就是他复活了 因为当他复活的时候 就是神告诉我们 他已经把这个罪恶 把这个死亡 把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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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这种 邪恶 这种evil的事情呢 已经完全都已经 把它消灭掉了 所以他的复活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旧约时候呢 就在预言说 他的灵魂 以后不会留在阴间 圣者不会见朽坏 结果呢 到了十图行传第二章的时候呢 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说这个在上 这个在十篇十六章里面 讲的事情呢 就是在讲耶稣基督的复活 然后接着呢 那个保罗在罗马书里面 也在说 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以后呢 就不再死了 你知道在圣经里面 有很多人是从 就是被死里复活过 Zachariah就是 很明显 那个叫什么 拉萨路 那个Mary和Martha的 那个兄弟 拉萨路他死里复活了 可是他复活以后 他还是会死 因为他是人 那只有一个神是不会死的 所以就是这个 son of man不会死的 所以就是这个耶稣基督 他复活了以后呢 他升天 他就再也不会死了 所以他打败了这个死亡 打败了这个邪恶 所以这个哥林多 前书十五章 五十四节到五十五节 就讲得很清楚 这个死 这个death 已经被耶稣基督给conquer掉了 所以他就是最终的son of man 然后最好的就是 我们知道有圣灵 所以他这个耶稣基督去做了 这个宝座以后呢 把圣灵降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我们也可以战胜 我们里面的这种evil 我们也可以break bondage 我们也是 哎呀哈雷路亚 以后就可以到天堂去 我们不会再受到这种 罪的这个捆绑了 所以这整个呢 就是son of man 在这边 这边提到son of man 从旧约到新约 所以我们把它总结一下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在这个 在最早的时候呢 这个genesis 第三章第十五节的时候呢 就已经讲出来 人因为吃了禁果 然后呢 变成了自己的主人 一巴掌被打出去了 然后呢 可是呢 会有一个女人的后裔 以后会出来 就是son of man 以后呢 会把我们带回天家去呢 然后会跟这个神在一起 那这个预言 这个son of man呢 就是这个人呢 就是一个希望 所以这个人呢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弥赛亚 以后来解救大家的 那耶稣基督呢 出现的时候 在新约出现的时候呢 他就activate这个title 就是son of man 所以你现在看到son of man 就知道呢 他指的就是耶稣基督 OK 这次我们再把这个人子 再解释一下 因为上次结束后呢 有同学就是 私下来问一下 说这个人子 可不可以再解释一下 好 那接下来 我们今天几乎所有的时间呢 都是要再解释这个 上面这个人 他接下来这个人子呢 你看到他的时候呢 他的头跟头 头跟法 他都是白的 白的就跟羊毛一样 像血一样 所以我们今天就停留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讨论一下 这个白这个字 我自己本身在念bible的时候呢 念到这个白呢 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白就是好的意思 对不对 白呢 像这个地方讲白头 或者白法的意思呢 就是表示非常有智慧 很wisdom 有经验 experienced 很dignity 很dignify 是非常尊贵的 他有authority 他非常权威的 他很pure 他很truth 他是一个真实的 然后呢 他是荣耀的 glorious 全部都是好字 所以我们就讲说 看到这个白的时候呢 你就会想到这个好字 我自己在念到这个白的时候 我自己立刻是跟自己讲 要联想到什么 就要联想到 以赛亚书的一支 第一章第十八节 为什么 你看到白就一定有黑 在bible的里面呢 不是用白黑来对比的 在bible的里面 圣经里面是用白跟红色来对比的 以赛亚书呢 第一章第十八节 耶和华说 来来来 过来过来 我们来辩论一下 他说你的罪 虽然像猪红一样 但是一定会变成雪白 虽然红如单言 必白如羊毛 这个猪红 或是这个单言 就是我们观念里的黑 就是那个不好的意思 你如果去看原文的话 这个猪红呢 叫scarlet 这个单言呢 叫crimson 不管是scarlet 还是crimson scarlet的一个字头 它的字根 对不起 字根 它的root呢 是叫做tella 那这个crimson的 那个字根呢 也是tella 我们就写是tola 来代替代表 但是呢 你念法是念tella 那我们就一般想说 黑白嘛 白如果是好的话 那黑一定是坏的 那既然bible里面呢 讲的是红 那红的就是坏的 所以我们的最像红 红的像这个猪红 像单言 像crimson 像scarlet 像tella 都是坏的 OK 这是我们一般的想法 所以白跟红 OK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红这个字 tella这个字 原文的意思呢 其实是一只虫子 叫crimson warm 一个虫子 它这个是 它的原名叫做 coccus ilicis 就是一个 一个有壳的 它生命里可以是一个 有壳的这种小虫子 它非常的小 它的生命很短 它就真的就是那种下虫 它不可以跟它 去讲冬天的情形 因为它根本活不到冬天 很类似我们中文里面 讲的这种下虫 然后它的生命呢 最多只有三个月 四到十四个礼拜而已 那很小 只有一个小豆子 那样那么大 那这个母的这种 crimson warm 它一生呢 只产卵一次 在它要产卵的时候 差不多就是 它最后生命的时候 在它最后 差不多四个礼拜的时候 这个母虫子 这只母的 妈妈tola 它tola 知道说 它要产卵了 它会去爬到一个 很特别的树上 一个specific tree 那个tree呢 叫Kermis oak 把它爬上去以后呢 因为记得 它只发生这一次 它爬上去以后 它会把它的 那个嘴角的地方 就整个咬进去 到这个 这个oak tree的里面 它同时 它身上会长出一层 这个甲壳来 是一种 红色的甲壳 然后 弄上去以后呢 它就 它就不能再 动了 它不能动了以后呢 它就会开始 分泌身体的里面 然后它会 分泌出来 一些东西 就是那种 红色的东西 所以它的甲壳 是红色的 然后呢 它的 对 它的甲壳呢 是红色的 然后呢 它的身上 也会分泌出来 一些红色的 这个身体的里面 会有一些红色的 这种gel会分出来 然后分出来以后呢 它就会开始 在它的肚子下面 开始产卵 那因为它这个壳呢 会变得很硬 然后就会把它整个身体呢 整个都 镶在这个树上 它掉不下来 那你如果想要 把这个虫子 从这个树上掉下来呢 你非要把它硬扒 那你硬把它 拉下来的后果呢 就是这个虫子会死掉 所以你可以想象到 它当 它就是 当它要产卵的时候 这个Tala worm呢 会 卡在这个树上 卡得非常非常的紧 然后呢 它就会产卵 就产在它这个 身体的下面 然后呢 就开始在那边附带 然后一直 这个 所以它的全身 都被保护呢 它这个小蛋 然后就不会被 其他的东西给吃掉 然后呢 等到它那个身 它那个幼虫 快要孵出来的时候呢 它的身体就会肿胀 然后就开始肿胀以后呢 它就会 蹦一下 它就会爆开 差不多这个时间 是在三天的时候 所以它爆开了以后呢 它这个幼虫呢 就出来 出来以后呢 它就会把 妈妈身上的 这些血肉 留下来的这血肉 包括这个Crimson 它流出来的那个gel 那一层gel Crimson gel 就会吃掉 然后这是它 孵出来以后的第一餐 然后呢 它才会继续开始 它自己的生命 然后呢 在这个阶段的时候 如果说它那个爆开的时候呢 它这个 那个 Crimson的那个色 就会把整个树 就整个都染红 然后这个 这个染红 这个颜色 是非常强的红色 所以呢 这个也都洗 都洗不掉 雨水来了 也洗不掉 然后风呢 也没有办法让它 让它吹走 所以这棵树呢 就会这样子 一直呢 被染红 好 那 那在这个旧约的时候呢 他们就发现到 如果说在这个虫子 还没有爆开以前 如果把这个虫子 拉下来的时候呢 就在那三天的时候 把虫子拉下来的时候呢 他们就可以把这个虫子 拿来 去做成 那种染线的 染毛线的 那种的颜色 那种带 所以就可以染 染成红色的线 所以我们在出埃及35章的时候 就会看到摩西那个时候 他们要盖Tabernacle的时候呢 他们当时呢 当时的妇女呢 就仿了线 把说仿的这个蓝色 紫色 红色 这些细码 通通拿来 要准备要盖这个Tabernacle 这个红色的线 就是用这个 Tala的血来染的 那如果说你这个时候 不去把它拿下来 去萃取它的红色的话呢 你让它过了三天 到第四天的时候 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会发生 就是他说他的 他虽然那个身体 会稍微爆开啊 可是他的脚呢 会插到他的头上去 变成一个圈 缩在一起以后呢 好像一个新的形状 然后他这个时候 他的身体呢 就会开始变白 如果你还不去动他的话呢 他就会掉落在地上 就会像棉絮一样 很像这个羊毛一样 所以这是为什么 以赛亚书在第一章 第十八节的地方 告诉我们说 这个最像猪虹 像Scarlet 这个Warm 像这个单言 这个Warm 可是呢 那个神会帮我们 洗得很干净 变成雪白 变成羊毛 其实这个就是在讲 Crimson Worm的一生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就可以看到 白的就是好的 红的就是坏的 是Tala 可是同时呢 这个Tala呢 就是这个虫子 我们来看看 这到底在说什么 那如果说今天 以色列人他们要去 把这个东西 采下来的话 其实很辛苦 他们要爬到树上去 去找那个小虫子 因为不是说很小吗 所以他们要去找 这个小虫子 然后收集起来 然后又经过一个 很复杂的一个程序 然后把这个红色的 颜料给萃取出来 那这个红色呢 他们叫Royal Red Dye 就是一个很漂亮的 一个红色 那因为呢 这个萃取的过程 非常的繁琐 所以它的价格 非常的高昂 所以一般的老百姓 是不会用的 它只会用在两个地方 是最重要可以用到的 第一个就是去染 这个大祭司的穿的衣服 这个High Priest的 robe 只要你看到 有红色的地方 这种染料呢 都是从Crimson Worn 这个Tala的身上 拿下来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去做Tabernacle的时候呢 只要是染红色的 尤其是这一块布 我们以后 以后我们会把这个Tabernacle的 每一块建筑 都会讲得很清楚 其中就会有一片 不是布 它是一个那个羊的皮 那个Ramskin 然后这个Ramskin呢 要把它染的红色 所以这个染料呢 就是从Tala Worm 那个地方来的 那在圣经里面 有两种虫子 一个就是这个Tala Worm 这个那个 就是刚刚讲 很复杂的 这个要富小虫的 这种虫子 那另外一种 比较常见到的虫呢 就是Rima 或是叫Scolex 不管是Rima 还是Scolex呢 都是讲那种 那种吃那种 那种腐烂掉的东西 以后那种虫子 很像我们讲的蛆 那种Maggot 所以它都是 生长在那种 要死掉的东西上面 Something is rotten 或是Decay 所以通常 你看到这个Rima 或是Scolex的话 同意字呢 就是我们人 Mankind 我们从出生下来的 那一刻 我们就是 朝死亡的路上走 OK 也就是说 今天如果这个Tala 他不要死的话 他选择他不要死 他如果他不要死的话 他也没有办法 去生小baby 所以他就会跟 其他的这些Rima 或是Scolex 一模一样 他就会 吃死食 然后最后呢 慢慢的死掉 同时他自己的身上呢 没有新的生命 会出来 OK 好 所以你现在知道了 我们从白色 讲到了红色 然后讲到红色 是从一只虫子 叫Tala的身上 拿出来的 那因为有Tala呢 也会有另外一种虫子呢 叫做Rima OK 我常常跟大家讲说 读这个圣经 有一点像在拼这个puzzle 这个拼图一样 常常呢 你会少一块 你觉得奇怪 就是拼不起来 然后呢 你就会觉得 我看不懂 这个图形 到底在说什么 那你最后 如果你能够静下心来 然后Focus 然后比较有耐心一点 去找一些资料 慢慢的读 慢慢的祷告 你就会发现到 遗失的那个puzzle 其实一直都在你的面前 这个是我自己在念 白色和红色的一个感觉 所以我们呢 这个地方呢 我们来看看 能不能Dig深一点 好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知道 在以赛亚书的时候呢 这个白色是好的 这个红色看起来像是坏的 因为这个红色 这个taula呢 就像是罪 然后可是呢 神会让我们表白 然后会变成一个好的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 启示录的时候 也看到 这个人子的头发 都是白的 头跟发都是白的 所以这个人子是好的 好 我们来看一看 在这个旧约的里面 我们开始把这个puzzle 放在一起了 在旧约里面呢 有一篇 诗篇二十二篇 诗篇二十二篇 是大卫写的 他是在耶稣上十字架前 一千多年前写好的 写的时候呢 后来现在这个查经家 都觉得这个诗篇二十二篇 讲的全部都是 耶稣受难的事情 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事情 有空的话 你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诗篇 二十二章 第一节到第八节 我们来看看 跟我们的 现在念的这个红色 白色有什么联系 他这边讲说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 为什么远离不救我 不听我哀恨的言语 你在念诗篇二十二篇的时候呢 要用耶稣的心去念 因为这整篇都是在描写 我们这个弥赛亚上 十字架的事情 好我们继续 我的神啊 我白日乎求 你不应语 夜间乎求 并不住身 但你是圣洁的 是用以色列的赞美 回宝座 我们的祖宗 倚靠你 他们倚靠你 你便解救他们 他们哀求你 便蒙解救 他们倚靠你就不羞愧 但我是虫 嗯 不是人 被众人羞辱 被百姓藐视 凡看见我的都耻笑我 他们撇嘴摇头 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 耶和华可以救他吧 耶和华既喜悦他 可以搭救他吧 诶 喂喂喂 这个地方 这个如果是讲的是 预表是耶稣基督的话 这边讲说我是虫 这个虫是哪一个虫 是雷马的吗 不是的 在这个地方 这个虫 就是太欧拉 就是我们刚刚讲 那个小贝比 他要让小贝比出来 他自己呢 要变 要卡在那个树上 然后呢 要在最后三天的时候 蹦一下 把这个肚子爆开 然后呢 会有这个 会有这个 crimson的叫出来 红色的叫出来 然后贝比会先吃 他的身体 那是他的第一餐 然后才可以拍拍翅膀 然后才可以变成成虫 就是这一只桃拉 我们的神 是这一只桃拉 是这一只红色的 这个桃拉 我们为什么 为什么耶稣会是一个 耶稣会是变成一个 一个弥赛亚 他会变成一个 一个虫子呢 这个是在约翰一书 第二章第一节的时候 告诉我们说 如果我们犯罪的 犯罪的话 不要担心 因为我在我们的 那个天父那边 有一位中宝 就是耶稣基督 你记不记得 Pastor Rick 跟我们讲过 这个Ant's story 如果这个蚂蚁 今天要来跟蚂蚁宣教 他来救蚂蚁的话呢 耶稣基督 就会变成一个蚂蚁 他会去 他会去跟蚂蚁 去讲蚂蚁的话 跟蚂蚁说蚂蚁的道理 因为他要把蚂蚁 救回天堂 他今天 为了要跟人 来说话的话呢 他就会变成一个人 那我们的人 其实就是虫子 我们就是Rima 那既然我们是虫子的话呢 耶稣要跟虫说话 所以他也变成了一条虫 他就变成了Tala 这个是为什么 在这个诗篇22篇的时候呢 会说我是虫不是人 那个虫呢 就是Tala 我们先岔开一个 这个题外话 我教大家背一个东西 就是始价七言 因为刚才 诗篇22篇的时候呢 有联系 我先题外话 先跟大家讲一下 什么是始价七言呢 就是耶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 讲的最后的七句话 OK 所以其实很简单 我教你怎么背 那时候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然后他那时候 还躺在地上的时候 然后呢 他先往右看 我通常是这样做的啦 我先看我的右手 然后呢 跟父讲 就是讲的第一句话就是 天父啊 你不要 你不要这个 你不要 再怪罪这些人 来赦免他们 因为这些人做的事情 他们通通都不晓得 所以这是耶稣 讲的第一句话 然后呢 他就往左看 他这个时候呢 他这个十字架呢 就被 就被拉得高高的 因为原来是躺在地上 他好 人家好把他那个手跟脚都定起来 现在定好了 所以他现在被抬高 然后现在真的是挂在十字架上 他就往左看 然后左边的那个罪犯 他就跟那个罪犯说 你不要担心啊 你刚刚已经跟我忏悔了 所以你今天呢 要跟我一起去天堂了 所以他说 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面了 然后他接着呢 往下看 因为他高高的被挂在上面 所以呢 他往下看的时候呢 看到的是他的妈妈 还有John 那个就是写这个 这个Revelation的这位 这位使徒 这位门徒 所以他就脱孤了 所以他就跟他妈妈说 你呢 就跟着John 然后跟John说 你就把我妈当成你妈了 所以在脱孤 那脱孤完了以后呢 他接着呢 就是往天上 在那边大吼 吼的呢 就是这个诗篇 二十二篇第一节 就是在叫 我的神 我的神 你为什么把我丢在这个十字架上 你为什么要离弃我呢 OK 这一句话呢 我都教大家讲说 你要记原文 原文耶稣喊出来的话呢 是Aromake 所以我教大家念一次 你以后念到这个地方 你自己就直接用Aromake去念它 所以它是这样子的 E-L-I呢 你可以 有的人念E-L-I 我是念E-L-I 我是因为我觉得Aromake 去经过那个查经 他应该是念E-L-I 所以是E-L-I E-L-I 就是我的神L嘛 对不对 E-L-O-H-I-M OK 所以E-L-I E-L-I-I-M 就是为什么 S-B-A-H-T-H-A-N-I OK S-B-A-H-T-H-A-N-I 所以连在一起 你念快以后呢 你这个H就不发音了 就变成S-B-A-H-T-H-A-N-I 所以E-L-I-L-I-M S-B-A-H-T-H-A-N-I 就是我的神 我的神 你为什么离弃我 然后接下来就讲三句话了 就渴了 成了 给你了 就我渴了 然后渴了以后呢 就给他滴了一个醋 我们上次也讲过了嘛 那就好像是把罪给他了 所以他说成了 然后呢 他就跟神讲说 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 所以给你 所以我自己一般记 我就记渴了 成了给你 OK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 耶稣最后上十字架的七句话 就可以背出来 所以先往右看 说父啊 原谅他们 他们不知道 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往左看 跟那个坏蛋说 你今天要跟我到乐园去了 往下看 就是脱孤 然后接着往上看 Eli Eli 雷马 然后渴了成了给你 这样讲七句话 你就背起来了 那详细的背法 你当然可以去好好的背 我这个只是教你很快的背 那在这个地方就是 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跟神说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呢 他有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 他跟神之间完全阻绝了 因为他现在是一个罪了 所以他会失去那个 fellowship 那个moment 所以他非常的 他非常的不愿意 那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他为什么要在这边讲 Eli Eli 雷马 Sabatani 主要一个原因 就是跟下面的人说 因为下面的人 很多是法利赛人 很多是文士 他们很多人 其实那个圣经念得很清楚 所以他一听到这句话 他们就知道说 这个不是诗篇22篇的事情吗 所以他们 耶稣在给他们一个hint 你们回去去看一看 诗篇22篇 你就会知道 你们今天钉在十字架上 这个人就是弥赛亚 OK 所以这个就是 十架七 十架七言 怎么教你 怎么背法 好 我们现在回来 所以我们刚刚讲过 从诗篇22篇 第一节我们讲过 他说 神啊神啊 你为什么要离弃我 一路到第六节的时候 神自己讲说 他是一只虫子 他是一只Tawla 他今天来 是被众人羞辱 来被这个百姓藐视的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原来讲的这个Tawla 现在指的是弥赛亚 是这个救世主 是这个救世主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Ant's story 今天神为了要救我们人 所以他变成人的形象 变成人的模式 可是呢 他又要来救我们这只Rima 这只虫 所以他自己呢 也变成一只虫 他变成了一只Tawla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里面一个神 很奇妙的地方 这个也就是 Bible里面教我们的虚极论 他非常的Humble自己 他本来就是有神的形象 他本来就是一个神嘛 可是呢 他不跟父神一起呢 好像处在一个同等的地位 他宁愿自己非常的Humble 他非常的顺服 顺服到一个什么地步呢 他今天愿意为了你 为了我去上在十字架上 所以呢 他就是一只Tawla 他变成一个人 他变成一个Tawla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Tawla呢 就是弥赛亚的意思 所以你在整个 这个Tawla的里面 你可以看到 整个是弥赛亚 就整个是耶稣的事情 马太福音27章28节的时候呢 他们要这个藐视耶稣 所以他们把他的衣服给脱掉 让耶稣换上了一个 珠红色的袍子 这个Scarlet 这个Crimson Color的这个袍子 就已经在 你可以看到他跟Tawla之间的关系 以后耶稣是被钉在十字架 加上十字架就是木头 也就是一个一棵树 一个tree 所以你常常会听到说 Jesus died on the tree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那他在死掉的时候呢 他的血要流给我们 他的宝血要遮盖我们 他这样子可以带 很多很多的儿子出来 这个是在希伯来书 第二章第十节讲的 说他以后呢 要领许多的儿子 进荣耀 你可以不看得出来 那个Tawla的妈妈 最后死掉的时候 然后也是一样 要give birth 很多很多的song 然后他最后 为我们上十字架 是因为 we might live through Jesus Christ 我们可以因为耶稣 而再活过来 这跟那个Tawla的baby 吃他妈妈的这个血 这个肉第一餐 然后才能够活过来 你可以看到那个picture 那个像是一个 相片一样 这样一个对一个 你可以把这个Tawla跟耶稣 这样一个一个都可以 那个弄得很紧 所以呢 我们刚刚讲过 Tawla跟Rima 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这个是Tawla的故事 那如果说今天Tawla 他不要去 不要做Tawla 他今天说我不要死 我也不要上这个书 我也不要这个身体膨胀起来 我也不要爆掉 我也不要放这个crimson gel 我下面也不要生baby 你们去自甘堕落好了 whatever you guys want to do 然后你们就是一个Rima 就死在那边没有关系啦 然后那也没有new life啦 whatever you want to do 那这样子的话 是一个什么样的 那个情形 在马克福音第九章的时候呢 曾经讲过一个故事 就是有人带一个小孩子 过来给耶稣看 耶稣跟他们讲说 你们要给我好好 接待这个小孩子 因为这个小孩子 你如果好好接待他的话 你就好像接待我一样 你要不好好接待他 你让这个小孩子给我跌倒了 你若是一个手 叫他跌倒的话 你就把那个手砍掉 一个脚跌倒的话 你就把那个脚砍掉 一个脚 一个眼睛 让那个小孩子跌倒的话呢 你就把那个眼睛挖出来 为什么 你宁愿去缺手缺脚缺眼睛 你也不要自己全身进地狱 因为你如果到地狱去的时候 地狱那里的虫子 是不会死的 那里的火是不灭的 以赛亚书66章24节 也在讲 如果到地狱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地狱里的虫子 是不死的 这个虫子是什么虫子呢 这个虫子 就是 RIMA 所以 Let's take the face value 只要看 face value就好 你可以看到 整个地狱是一个什么样子 你可以看到 在地狱的时候 人会像是一个蛆一样 这个蛆呢 会在那个地方 好像在吃那个死尸一样 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光景 OK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受罪 在这个地狱里面受罪的时候呢 是不会有停的 他没有 很多人在讲说 哎呀 我死了就死了 就变成灰了 就什么都没了 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The answer is 在这个bible的里面 告诉我们 这个是没有死亡的 这个以后真的是没有死亡的 人在这个世界上 断了一口气之后 你只有两个地方去 你一个是跟神在一起 一个是跟神不在一起 你跟神在一起的地方 是天堂 你会有一个 Eternity Joy 永生的这种喜乐 你如果没有耶稣的 没有耶稣在的地方 那个地方真的是炼狱 那个地方就是地狱 是Hell 然后那个地方是Eternal的 那个Tournament 那个受罪 那个难过 那个没有希望 就是完全都是Eternal的 所以这个地狱是这样的可怕 这个耶稣基督才会在圣经里 一而再再而三的交代 在马太福音第五章 登山宝训的地方 也是一直在讲 如果右眼叫你跌倒 你就爬出来 把这个右眼整个跑出来 整个挖出来 整个丢掉 如果是右手叫人家跌倒的话 你就把这个右手砍下来 刚刚是让人家跌倒 这个地方是让自己跌倒 OK 所以这种时候就是跟我们讲说 你对你身上的某一些事情 你要非常的Radical的去处理 你不可以 就是不可以再掉以轻心 因为这个地狱是一个真实的 也就是说你跟我 其实面临到两个选择 Either呢 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 这样子呢 他是我们的Tala 他是我们的Personal Savior 然后呢 这个耶稣基督呢 在整个过程当中呢 会因为他的牺牲 造成我们的重生 我们的New Birth 然后呢 我可以从这只 Crimson Worn 这个Tala的身体 被全身盖满了基督的宝血 我可以从这个地方 吃他的肉 喝他的血 然后开始我们的新的生命 这是接受耶稣基督 Tala的一个后果 你如果不接受耶稣基督 你就永远是那一只Rima 所以对 没有错 这只虫子也可以活着 现在也可以活着 而且呢 是永远都可以活着的 这个虫子呢 活着的时候 完全Rima虫子 活着的时候 完全是靠自己 靠自己的努力 靠自己的智慧 靠自己的世界观 靠自己的良知 那他最后 因为他不要神 他最后去的地方 也是一个没有神的地方 没有神的地方 你想想看 在那个地方 就完全没有希望了 这个解经家就讲说 这个Rima 在那个state 没有神的state 那个地狱的state里面 Exist with a nagging guilty conscience like a persistent worm now away at its victim with a remorse that can never be mitigated 这个翻都很可怕 你光想到以后 都毛骨悚然 你在一个 没有一个希望 没有一个人 没有一个神 可以来帮你的一个地方 那个真的是地狱 我想都不敢想 所以我们真的 没有别的选择 你不接受耶稣 你就维持 要做这个Rima的status 或是透过了这个taula 你可以整个呢 会变成一个雪白 所以我们把这个puzzle 放在一起 这个第一个puzzle 就是告诉我们 其实黑白是一个颜色 白呢就是在 我们讲过黑就是红色嘛 对不对 所以也就是说 white is red red is white 红色其实就是白色 白色就是红色 因为在这个里面 讲的全部都是一个人 所以Jesus呢 他有白色的头 白色的法 表示他是非常的高贵的 可是他同时 他也是一个红色的 珠虹这个单眼 这个虫子 这个taula 所以puzzle number one 就是white is red and red is white 这个地方呢 我们在念 启示录第一章 第十四节 看到这个白色 就要想到这红色 然后跟 以赛亚树 放在一起 你就可以知道说 原来红色跟白色 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接受 耶稣基督的话呢 我们可以从红变白了 另外还有一个故事 这个是 在旧约里面 很多基督徒的 都耳熟能详 有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 有一些圣经的章节 会有一种情形 就是familiarity 会create complacency 你觉得太理所当然了 太舒服了 看到这个约拿说 这四章没有什么好读的 其实这个里面 有一个很大的 一个puzzle在里面 我们来看看这个约拿 约拿呢 他呢 当时呢 在那个时代的时候呢 有一个很坏的 大坏蛋的国家呢 叫做亚树 Assyria 刚刚起来的时候 然后他的首都呢 就定在这个尼尼围城 所以当时呢 耶和华神就跟 Jonah讲 跟约拿说 我今天要叫你 出一个mission 然后去这个尼尼围城 去宣教 他一听就说 What 那种大坏蛋的地方 我才不要去呢 所以呢 他就往另外一个方向逃 所以叫他往东走 他往西逃 所以他就一路顺着这个 地中海 Mediterranean Sea呢 想要逃到最西边的 这块地方 就是这个 西班牙 就是Tarshish 这个地方 所以他在逃的过程当中 当然就起了风暴 结果起了风暴以后呢 他们船上的人呢 就发现到 原来是神在深约拿的起 所以他就把 他们就决定了 把这个约拿从船上给丢下来 所以当他从船上丢下来之后呢 就在这个汪洋大海里面呢 就被一只大鱼呢 给吃到肚子去了 就他在肚子里面呢 一呆呆呆了三天 这只鱼呢 就像是一条船一样 把他又带回了 他刚刚上这个船的这个地方 这个海港 就是这个Jopa 带回去以后呢 就把他 吐一下就吐在这个岸上 没有吃它 没有消化它 然后呢 他就从这个Jopa呢 神又跟他讲 你去尼尼维传教吧 他就心不甘情不愿的 大概走了三天的路呢 他到了尼尼维城 他就到这个尼尼维城呢 去宣教 他只讲了一句话 这个整本的旧约里面 我觉得如果说是 最厉害的这个宣教宣教士 这个牧师 最厉害的就是这个Jonah 讲一句话 全城人 十二万人 全部人都得救了 他讲哪一句话呢 他说 Yet Forty days Anitava shall be overthrown 他说 再等四十天 尼尼维城 你们就死定了 你们就寝负了 这个里面完全没有提到神 完全没有提到为什么 只跟他们讲四十天后你们就完了 所以就没有想到全城的人呢 就开始忏悔 然后呢 他们把他们的偶像也都拔掉了 然后呢 就大哭 结果这个神呢 就怜悯他们 就说好 那我就不悔 这个尼尼维城了 我们刚刚讲过尼尼维城 他的这个主人呢 是亚树人 他们非常的凶狠 所以呢 这个 不杀坏人 所以当然这个 约拿非常生气 所以约拿呢 就自己一个人到旁边的山丘上 望着下面这个尼尼维城 气愤愤的 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呢 神就让他长了一棵树出来 长了这棵树 这棵树的 中文叫做匹麻 原文呢 叫几卡用 几卡用呢 就是 这棵树呢 非常特别 它会产生一些油啊 而且它产生的这个 在约拿树里面呢 它出来的速度相当的快 不到 不到 我看不到一两个小时呢 劈里啪啪就长出来了 所以它是一个miracle 那这个树 几卡用这个树呢 它可以产一种油 叫castor oil 它这个castor oil呢 在 在那个地方 如果把它采下来的话呢 有很多用处 可以拿来做药 可以拿来做香水 可以拿来做肥皂 可以拿来做润滑油 做油漆 做染料 都可以 所以是一个用途很大的 一个 植物 结果这棵 它用长出来以后呢 长得非常的高 那个他们有解经家 去解的时候说 这棵 这棵树长出来有十尺 你想想看 在一两个小时之内 能够长个十尺出来 那不得了 10 feet 非常非常的高 而且呢 会有很多的这个leafy 有很多的这个树叶出来 所以它就 不会觉得 很热 所以让它脱离 救它脱离苦楚 所以约拿呢 因为这棵树呢 就大大的喜乐 就非常的开心 那这个故事接下去讲的时候呢 就说 可是呢 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 耶和华神 居然安排了一条虫子 然后把这个 这棵 这个 提卡用给吃掉了 所以当太阳出来的时候呢 他就非常的生气 因为很热 他就 他就说 我不想活了 然后 所以神这个时候 就对约拿说 你如果对这个树 你都这么样的 有怜悯心 这么样的爱惜 你有compassion 那你为什么对这个 尼尼围城里面 有十二万人 还有牲畜 你都不爱惜呢 那我跟你不一样 我是爱他们的 其实约拿书 约拿呢 在这个地方就结束了 都没有讲到约拿的反应 所以for the longest time 每一次在读到 这个约拿书的时候 就觉得 ok 约拿是一个 很不听话的 很不听话的 这个 这个先知 我 他们常常说 你在就约的里面 可以 可以看到 那个先知的行为 跟讲法 那个言论的时候 你可以 relate to certain prophet 有的人就说 我很喜欢 以赛亚书 里面的以赛亚 有的人会喜欢 这个喜欢那个 我每次在读 旧约书的时候 我都觉得 我跟约拿好像 就是很不听话的 那种先知 叫你往动 你就往西 叫你做什么 每次都有理由 然后做了以后 还会抱怨 然后一直就 不想活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所以一般以前 念的时候 都是这样子念的 而且一般念的时候 就是 这个树出来的 所以这个树是好的 因为今天树 可以给我遮阴 所以我很开心 这个虫子是坏的 因为这虫子呢 就过来 把我这个树给吃了 然后同时在教训 我说 没有compassion 可是你知道吗 我这次在念的时候 我发现到不一样 我就查了一下 这个虫子 就发现到 这个虫子是什么 所以我们第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虫子 跟约拿之间 有什么关系 第一个就是当 他在这个 这个地中海的时候 在Mediterranean Sea的时候 有那个起 那个大风暴的时候呢 他们船上的人呢 就把他给 丢到这个海里去了 所以当他丢到海里去 就被鱼吃掉了 所以呢 你有没有发现到 其实他可以当作 是一只虫子 他是这一只虫子 像是一个去捕鱼的那种 鱼饵 一个bait 所以就把他丢到海里去 然后呢 他就在这个鱼腹的里面 就像是一只worm一样 在那里面呢 就呆了三天三夜 那这个呆三天三夜 你如果不念旧新约的话呢 你也搞不清楚 怎么一回事 就你念到新约 念到拔太福音的时候呢 是耶稣自己来的 来说的 因为那时候 就有一群人跟他说 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神迹啊 你给我一个神迹 让这个死人 死人能够复活 或者说 你就把这个水片酒好了 给我瞧一瞧 如果有这个神迹 给我瞧一瞧的话 我现在就相信 你就是这个神 那结果耶稣的回答就是 约拿三日三夜 在大鱼杜妇中 人子也要这样 三日三夜 在地里头 所以以后呢 耶稣 这个就是耶稣 回答他们的话 也就是耶稣说 你如果想要看奇迹 你就给我等着看热闹 你将会看到 我被钉在十字架上 然后呢 我会到 我会死掉三天三夜 然后呢 就像这个约拿呢 在这个渔妇里面 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我会复活 所以他当时的回答 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 好像有一些puzzle 可以放起来 第一个 约拿他也是一只虫子 就像耶稣一样 是一只虫子 耶稣是那个 然后耶稣呢 以后呢 会为我们被钉在 这个十字架上 好像在预表说 这个Jonas 在预表耶稣 也是一个虫子 只是他现在是一个bait 然后呢 他会被这个 这个fish吃掉 这个greyfish 就好像是death一样 好像这个cross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呢 这是 这是第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信息 这是跟虫子 可以混在一起 然后呢 那我们怎么知道 耶稣会复活 就像这个 约拿是复活 就会被鱼肚子吞 你刚才这样讲 我们怎么知道 耶稣会像约拿一样 被鱼给吐出来呢 就活过来呢 因为他 因为他 很简单 因为他复活了 他resurrected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新约的里面 可以看到很多的章节 在echo这个地方 他怎么复活呢 就是因为他是神 他今天如果是人的话 他就死定了 如果这个约拿 没有神在救他的话 没有这种大能 在他身上的话 他被鱼吃下去 也是死定了 所以呢 今天我们就可以看到 耶稣今天爱我们 为我们舍了自己 就好像这个约拿 被丢到那个海里去一样 耶稣被我们 钉在这个十字架上 死掉了 可是呢 今天耶稣可以活过来 因为他自己就是神嘛 所以他就有这种 大能大力 不管是在 以夫所书讲的 还是在罗马书里面讲的 他都有一个大能 有一种很奇妙 那种magic 有一种那种 supernatural的力量 蹦一下 他就死里复活了 所以也就是说 因为他死里复活的 这个证据 可以证明说 他已经呢 把这个死呢 完全 完全kill掉了 完全这个 你根本跟他无关了 所以你今天可以 好像可以杀死他 好像可以把他 钉在十字架上 可是他会活过来 所以他既然 能够这样子 活过来的话 他这 我们也可以 所以你可以看到 希伯来书说 那我们跟神 是一模一样的吗 所以呢 如果儿女 有同样的 这个血肉肢体 他会成为 这个血肉肢体 因为他要跟我们 变成一模一样 他这样子才可以死掉 死透透了以后呢 他才可以打坏 那个就是活过来 然后把那个魔鬼 敲死就对了 所以这就是end story 他今天要来救蚂蚁 他就变成一只蚂蚁 他今天要来救儿女 救你救我 他就变成儿女 变成你我 变成这个人一样的 人一样的 所以呢 我们以后念到 再接下去念到18节 就知道说 那个死亡 那个阴间 根本就锁不住他 他就有一个钥匙 你门都没有 因为他即使是死了 即使下到阴间 他可以回来 因为他是一个神 然后呢 到罗马书里面呢 就告诉我们说 既然神 耶稣可以复活 你跟我也可以复活 因为呢 叫这个耶稣 可以从死里复活的 那个大灵 那个大能的 那个灵 那个圣灵 相同的也是住在你 住在我的心的里面 所以这就是end story 看到没有 因为我 因为我这只蚂蚁 然后耶稣变成我 像我这样的一个蚂蚁 耶稣为我而死 就我现在可以得到 他的supernatural的超能力 他的magic 我也可以活过来了 哈利路亚 感谢主 OK OK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 先放在这个地方 等一下我们再整个兜在一起 然后第二个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Kika用 他为什么要有 这个Kika用 神为什么要给他 长一棵 这个树在这边 给他遮着他呢 那当然你可以看得到 他说要给他 一个影子嘛 对不对 好遮盖他的头 因为很热 可是你知道吗 你前面仔细看的时候 他说约拿出城 他跑到城的东边去 对不对 那个山上 他在那边搭了一座棚子 然后呢 坐在棚子的樱下 也就是说 神在长这棵树 这棵Kika用之前 其实他自己 已经搭了一个棚子了 已经搭了一个棚子了 所以他这个阴影呢 不需要这棵树的阴影 他已经有了一个棚子了嘛 他为什么要坐在 这个阴影下面呢 所以神接着在解释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是为了要救他 脱离他的苦楚 很多人在念到这边的时候 都以为 觉得这个苦楚是指 啊好热 所以这个来了一个 这个shadow 可以遮住他这个 被太阳晒的这种 这种痛苦 所以约拿因为这棵树呢 非常的喜乐 我自己在读的时候 不是这样读法 为什么 你如果去看这个苦楚的 这个原文 他原来的意思呢 叫做raw 这个raw呢 除了是bad 或是bitter的意思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 是evil的意思 what 要让他脱离 所以这一颗Kika 用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一个是 遮住他的头 但是我们已经知道 他已经有一个棚子 遮住他的头了 所以更重要的一个意思呢 是要让他脱离 那个evil 脱离那个邪恶 所以这个苦楚 其实不是真的bitter 不是心里难过 不是说很热 而是说他有一个 心里有一个 很坏很坏的念头 你整个去看约拿书 其实你会看到 这个raw到处都是 我们叫他叫做 the chain of raw 或是叫做 the chain of evil 你去看约拿书 第一章第二节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 他那个时候是 耶和华神叫约拿 去尼尼围城去宣教 为什么呢 他说 因为那边的人 非常的坏 所以这个地方的 恶呢 这个地方的raw呢 是指尼尼围城 居民的那种大坏蛋 那个evil 然后你到了约拿书 第一章第八节的时候呢 会讲到说 他那个时候从那个 就是在逃到 约拿就是不想去 然后呢 就往那个西班牙的方向跑 然后就起了一个大风浪 这个大风浪叫storm 所以这个storm 就是一个raw 就是一个邪恶 是一个灾难的意思 ok 所以呢 这个一之二 一之八的这个raw 你已经看出来 不是一个好东西就对了 然后到了第三章 第八节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又提到了一个raw 这个raw的地方 就是 这个约拿呢 已经被大鱼吐回来了 已经吐在岸上了 所以他已经去了 尼尼尼尾了 尼尼尼尾 去了这个尼尼围城 然后跟他们宣教了 然后跟他们说 40天你们不悔改的话 你们死定了 结果就在那个时候呢 他们全成人都悔改了 所以他每一个人呢 都离开了他那个恶行 他的恶道 所以这个地方 变成一个转折点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他们全部都忏悔了 他们的这个恶 他们的raw 然后到了第三章 第十节的时候 有两个raw出来 有两个字 这就出来 就是神去看到尼尼尾人呢 离开了他们的raw以后呢 他就说 好 那我就不把这个灾祸 要杀你们的那个raw 给降给你们了 然后一直到第四章 第一节的时候 那个有一个 hara或是shara就出来了 这个地方呢 就是约纳就非常的 非常的不爽了 对不对 因为他们是坏蛋嘛 那既然他们是坏蛋的话呢 就应该把他们给做了 就你现在不做他 所以我就非常的火大 所以这个怒气呢 就是一个raw这个字 所以我们知道约纳 为什么会raw 因为他很不喜欢 尼尼尾尘的人 因为尼尼尾尘的人 是很大很大的坏蛋 结果现在 因为他们悔改了 结果神不要杀他们 那因为不要杀他们 他心里很不爽 所以那个很不爽的 那个念头 就是一个raw 你接下去 还没有结束 那在 接着在四之二的地方的时候呢 他简直就是在跟耶和华 在吵架了 他在吵什么 他说 我就知道 你是有恩典 你是有爱的 然后你是有慈悲的 我就知道你会这个样子 然后你就会后悔 不要降 你当初说要 说要降给他们那个灾 所以我就是不想来传这个教 因为我就知道 我不管说什么 说什么话 他们一定都会悔改 因为你是有恩典 有怜悯 有爱的神 所以你可以在这个地方 可以看得出来说 其实约纳呢 是在 是在抱怨 可是你知道吗 他抱怨的时候呢 这个蓝色的字 有恩典 有怜悯的神 不轻易发怒 有丰盛的慈爱 是旧约书里面 是Torah里面 是摩西五经里面 提到的这个字 所以我们等一下来看看 所以接下去呢 到第四章 四支六节的时候 他非常的不爽 以后呢 就没有想到 耶和华生 居然给他安排了一棵树 一个Kikaiun 长出来 所以长出来的时候呢 他就非常的开心 对不对 他因为这棵树 非常的开心 可是在他 非常开心的时候 他心里会有一个 邪恶的念头 所以呢 这个就跟他讲说 这一棵树 这棵Kikaiun呢 其实是为了要救你 脱离那一个邪恶的念头 那一个Jonas Evil 为什么这一棵Kikaiun 可以拯救这个 约书脱离 这个 这个Evil的哭出 那他的Evil的哭出 是什么东西呢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要先 先记得 约书他爸爸的名字呢 叫Amita 这是在约书 第一章第一节 就告诉我们了 这个Amita Yamita 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 是Truth 一个真实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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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不会假的东西 一个原则 一个原理 所以他自己本身 就是Song of Truth 那他 我刚刚不是讲了吗 他在约书 第四章第二节的时候呢 好像在跟神吵架的时候 在讲的字 有恩典 有怜悯的 神不轻易发怒 有丰盛的慈爱的 这句话 其实是从旧约的 哪一本书呢 是从Exodus 我们现在也正在念的 这一本 出埃及记的 第34章的第六节 这个背景 34章第六节的时候是 这个时候是摩西呢 上到西乃山 然后神去跟他 驯化了四十天四十夜 那下面的以色列人呢 就不耐烦了 所以他们呢 就跟着这个亚伦 在那边 积歪积歪的呢 他们就做了一个金牛犊 所以等到摩西下来的时候 就很火大 就把那个使剑呢 给摔毁了 摔碎了 就是在这个当口呢 耶和华呢 在摩西的面前 在众人的面前 在宣告说 我耶和华神 我是有怜悯 我是有恩典 我不会轻易发怒 我有丰盛的慈爱 汉诚实的一个神 所以你可以看到 God's grace mercy love 他的truth 可以让当时 在摩西时代 那个时候 他们那些以色列人 去膜拜金牛犊 闯下那么大的祸的时候 他们都没有受死 可是现在呢 这个约纳就把这一句话 应该是一个 非常wonderful 很compassion 很听了以后就觉得 哎呦好窩心 我的神好爱我的 的这一种 这一句话 甩回去 在这个第四章 第二节的时候 用一种 很evil的方式 给他甩回去 说 你是有恩典 有怜悯的神 不轻易发怒 有丰盛的慈爱 所以你都会后悔 不降所说的灾 所以你可以看 比较说 在初埃及记 和约纳书 这个之间 少掉的一个是什么 少掉的一个 就是诚实 他有一点在 控诉耶和华说 你的诚实到哪里去了 你的truth到哪里去了 你为什么不去 惩罚这些人呢 什么是truth 所以我们看看 神怎么回答他的 神有没有跟他 这样西花解释一下 如果今天我是神 我一定会说 儿啊乖过来坐下来 来老娘跟你解释一下 这个真实是什么东西 这个truth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要后悔 为什么不讲 可是这个神不一样 所以你看这个 神怎么回答的 What did God say 接着下来 就是耶和华神 就把他 很火大 在那边吼的时候 耶和华神 就给他先安排了 一颗Kika用 然后呢 这个Kika用 就遮到他的影子 同时跟他讲说 儿啊 我会救你脱离 你心中的那个evil 那个苦楚 所以他非常的开心 他为什么会开心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Kika用是一个miracle 他能够在 一两个小时之内 长起来 他表示什么 这个Kika用 他一定是没有跟的 他是从哪来的 他一定是神 让他长的是 从神的爱来的 我们刚刚不是讲 神又是爱 又是grace 又是mercy 所以神能够去体会 当时这个摩西时代 以色列人的这种心 他一定可以体会到 这个约拿 现在的这个心 所以呢 他表示什么呢 上帝一定是爱约拿的 一定是跟约拿同在的 你想想看 今天你是约拿的话 你会不会爽死了 我跟神抱怨个两句话 就神就长出来一颗 这颗Kika用 给我遮阴 他不仅仅是告诉我说 给我遮阴 让我觉得非常的 comfortable 他有一个更重要 更重要的原因 我讲过 他不是因为那个影子 那个shadow 他盖了那个太阳 为什么 因为他本来已经有一个棚子了 他太热的话 那树太小的话 没有树的话 他回到那个棚子里去就可以了 所以不是这个地方 那不是这个地方的话呢 他为什么会很开心呢 因为他一定会觉得 神现在既然跟我在一起了 我现在抱怨的事情 他一定知道我在抱怨什么 所以好开心 他一定又要改变主意了 他改变主意以后 他就会去把这个 泥泥围城里面的人 这些坏人 全部都杀光光 那个老老少少 通通都不留 就像出埃及的时候 把以色 那个埃及人全部杀光 一模一样的 所以太好了 这个真理呢 可以得到这个彰显 所以我们的神 还是一个truth的神 我是这个son of truth 你可以想到 他心里是为什么会这么开心 结果没有想到 第二天 又一个虫子过来 把这个树给咬掉了 而且不但咬掉了 咬死了以后 神还出来把他 这个好像责备了一下 说你都没有这个compassion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Oh my god 那这个虫子是什么虫子呢 所以我们刚刚以为 这个key card用是好的 这个虫子是坏的 把它咬掉了 but in reality 如果去看原文的话 这个虫子就是taula ok 它不是rima 不是scolex 不是maggot 它是taula ok 我们现在把它全部兜在一起 这是我们第三个puzzle 所以神到底在讲什么呢 你看到说约拿 他还非常的 你觉得 你有没有觉得约拿会很自私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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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师或是解禁家 会这样解法 约拿他非常的自私 他只顾到自己 他都不去看泥泥为成的人 或者是说 他是一个self righteous 然后他 他觉得人家都坏得要死 他自己好得不得了 然后呢 这个里面有一个重点 就是神给的这个key card用 但是神呢 一定要让key card用给死掉 而且神呢 是送了一个 一个虫子 一个taula 去吃掉这个key card用 所以这里面到底在告诉我什么 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 Jonah他绝对不selfish 为什么 因为当时 你想想看 在最早的时候 他跑到那个西班牙去 在那个海上的时候 起了风暴 然后其他人呢 要把他丢到海里去的时候 其实是他自愿的 他自愿说把我丢海里去 然后那个海就可以平静了 你们就不会死了 他如果说是一个自私的人 你觉得自私的人 会这样自告奋勇的 丢到海里去吗 我牺牲了来救你们吗 我觉得不太可能 你觉得他是self-righteous吗 我不觉得 因为他 你知道那里尼尼尘的人好坏 我们上次不是讲过吗 他们杀人呢 杀完以后 他们还把那死人骨头 全部落在一起 然后堆成像一个塔的样子 好下阻其他的人 然后他们 那个亚述人那个时候 后来去掳掠 那个北国的十个 十个tribe走掉的时候呢 就在他们鼻子上面打一个鼻环 然后每一个鼻环中间 再用铁链穿起来 所以呢 那个兵只要这样一扯了 那个 你知道最大那个链子 大家那个鼻子的 上面那个鼻环都被卡着 会很痛 就赶快只有跟着走 所以他们是很邪恶的一个人呢 我不觉得他是self-righteous 我觉得你尼尼尾尘的人应该死 你觉得不觉得该死 以前在台湾 在1997年的时候 有一个人很有名 他叫陈静心 一个大坏蛋 这个如果台湾出来的人 大概都听过这个案子 他在1997年的时候 这个大坏蛋呢 他去绑架 去杀人 去加持那种人质 强盗 一大堆的坏事 做尽 那当时最有名的就是 那个白彬彬的女儿 才17岁的白小燕 他就被绑架 然后最后被强奸 然后被杀掉 那在被杀掉 他就当时就整个社会 起来就围攻 这个陈静心 这个警察也出来 在追他 在追他最危险的时候呢 他跑到了一个外科诊所去 他要叫这个方医生 方保方医生 帮他整形 就整形完以后 他又把里面的护士强暴了 然后把所有的人 通常都杀光 然后最后的时候 他跑到那个南非的 五官的那个家里去 然后就挟持 那个五官的家里 Oh my God 那个事情真的是闹得好大 那个电视上就一直都在播 好恐怖哦 还好呢 他最后呢 就被逮到了 然后逮到了以后呢 真的真的就是 审判以后呢 就判了他死刑 所以他在1999年的时候呢 10月6号 遭枪决 伏法 那个时候41岁 我的天啊 感谢主 这个坏人终于是死掉了 But guess what 他在死掉以前 1998年 11月5号的时候 他居然信了耶稣了 他归信基督教 由黄明正牧师带领受洗 当时呢 我都没有办法告诉你说 我们在查经的时候 每次读到这种compassion 每一次读到耶稣基督的grace 和mercy的时候 我们当时小组有一位 有一位弟兄 最常问我的问题就是 陈静心到底有没有在天堂 如果陈静心在天堂的话 那实在是太过分了 这个陈静心有没有在天堂 就像Jonah今天对 尼尼维城是一模一样的 Jonah极度的恨 这个尼尼维城的人 因为尼尼维城的人 非常非常的残暴 我相信我们也知道 这个陈静心故事的人 也都不喜欢陈静心 讲老实话 我也不希望陈静心将来得救 就像是Jonah 不喜欢尼尼维城的人得救 我觉得是很类似的 所以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有没有遇到过 任何一个人欺负你的 你有没有遇到一个事情 对你很不公平的 不管是你的老板 还是你家里的人 还是你的父母 你觉得真的被他们欺负到死了 有的时候你真的想把他掐死 或者一巴掌上去 这种事情甚至于在教会里面 都会出现 所以今天如果说 有一个欺负用长起来 有一个沉浸心 他可以被枪决 你想想看 我们有一个念头 然后回起死 我们台湾话讲说 回起死 让他去死 就是这种死人 就让他死掉就算了 就死一个少一个 像这样子的念头 神就告诉我们说 其实就是一个欺负用 我们在想的时候 很阿Q有没有 以前念那个阿Q正传 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非常非常阿Q 就是遇到这种坏人的时候 就让他去死好了 可是你知道神不是这样子的 神他在整个这个书里面 教我们什么时候呢 他告诉我们说 其实沉浸心这个坏蛋 或是尼尼尾这个坏蛋 他会去处理 但是我们的身上也有一个坏蛋 就是这个欺负用 所以他不要我们有这种 回起死的这种念头 不可以有这种 很邪恶的这个念头 所以今天神会派了一只虫子 就是这只塔尔拉虫 要把这个我们认为 这个人如果死掉 这个人如果被枪决 如果尼尼为尘 可以干 全部人被干掉的 这个念头 这就是这棵树 就是欺负用 然后把它杀掉的话 我们以为是最好的 其实神说不行 所以他今天派了这个 塔尔拉来做 所以What is God trying to teach you and teach me 在整个这个故事里面 第一个 尼尼为尘的人 非常的邪恶 沉浸心非常的邪恶 他们应不应该去地狱 Yes They definitely They need to go hell 在那边受那种 Eternal的那种 Torment 才能够 爆我们的心中的 之恨之分 甚至于我们的老板 欺负我们的老板 或是欺负我们的邻居 或是 或是什么 什么 任何一个家里的亲戚 我看他实在是不顺眼 You know what He needs to go He needs to go hell 烦死了 But guess what 相同原因的 Yana 她有一个 Evil thoughts 你跟我也有 Evil thoughts 所以你如果觉得 你一定为尘的人 应该下地狱 沉浸心应该下地狱 Guess what We're no saints either 我们也不是什么 我们也不是什么圣人 你觉得我们可以去天堂吗 所以也就是说 你跟我 跟陈静心 跟Jonah 跟你尼韦的人 是一模一样的 Everybody needs God's grace 是律法 是摩西的那个律法 什么样的律法 我们接下去 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呢 就会把这些律法 都再念一次 就开始念一次 一个很重要的律法 就是 You sing You die I sing I die OK 什么样的人犯了错 什么样的人就要死 所以我们刚刚讲 那个truth是什么 truth就是 Every act has a consequences 每一件事情 都会有一个报应出来 所以呢 如果这个事情 会有一个报应的话呢 你做的好事 你就会有好报 你做的坏事 就会有坏报 所以呢 约拿呢 就是这个 son of truth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son of truth 我们每一个人 都觉得我们要去 惩罚邪恶 我们要去这个 如果不好的事情 就恶有恶报 这个人就应该去下地狱 因为为什么 因为那是 因为那是一个律法 那是一个mosaic law 所以呢 如果今天有一个人 在这个律法之下 说我要去天堂的话 那很简单 你就所有的律法 你通通都做了 所以你不可以杀人 你不可以奸淫 你不可以这个 你不可以那个 如果通通都做的话 那你就是saint 然后如果是saint的话呢 你就可以去天堂 你就可以跟神 在这个约会里面相见 我们上次不是讲过了吗 要ark of the covenant 上面见 but unfortunately 你跟我都知道 我们都做不到的 对不对 那既然做不到的话呢 那我们就需要耶稣基督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今天puzzle 要学的第二个部分 就是我们需要 这一只crisen worm 我们需要这一只Jesus 我们这一只taula 这一只taula来的时候呢 才会把我们的kikah用 吃掉 就会把那个律法上面 规定的东西 通通都吃掉了 已经通通都没有了 所以呢 今天神为了要 要救宁溺为城的人 要救陈静心 要救约纳 要救你 要救我 甚至于要救拜登 要救Donald Trump 所以今天Jesus 来到这个世界上 道成肉身 就像taula一模一样 他要把那个evil thoughts 要把那个kikah用 通通吃光光 吃光光以后呢 我们借着这一只taula 才会有新的生命出来 他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律法 It's no longer you sing you die I sing I die 因为所有的sing 通通都转移到神的身上去了 所以今天的新的律法是 If you trust Jesus You no longer die OK 所以you sing but you trust Jesus You no longer die 你看到一个这个里面 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了没有 所以也就是说 那个kikah用不是坏的 那个kikah用是一个律法 但是呢 他只是像是一个老师一样 他那个树在那个地方 但是他今天告诉我们 即使你以为 你以为成的人很坏 你以为成静心很坏 可是我告诉你 你心里 你心里在想的那些念头 也通通都是坏的 所以你根本没有办法 fulfill这个律法 所以我们都没有办法 fulfill律法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只有需要一个救主 所以这个律法 就只是在告诉我们 我们今天需要一个救主 我们必须要到 我们的救主那边去 然后我们到了救主那边以后 我们才能够因信称义 就是因为这个道理 今天才会有end story 今天耶稣为了要救我们 从这个天上的宝座 到这个人间来 道成肉身 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 神爱世人 他把他的独生子 这个taula 这个赐给我们 把我们的kikah用 通通都给吃掉 这样子我们一切信他的人 我们会虽然会有犯罪 可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 我们会no longer die 我们不会灭亡 我们反得永生 就是这个原因 ok 所以呢 你再想一下 我们再把它兜起来一下 所以呢 你看看你记不记得 我们在启示录的时候 已经讲过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全能者 是喜在今在永在的 这个全能者 这个全能者 在hebrew的时候呢 就是el shadai 在greek的时候呢 就是panto crater 你要念中文的话呢 就是全能者 全能的神 我当时跟大家讲 要记三个重点 你要敬畏他 你要相信他 他是掌权的 他会为我们复仇 然后可以躲在他的下面 所以reverence recompense 和refugee 是那个message 要带回家的 所以相同的 ok 我们把这所有东西 放在一起 我们第一个puzzle 很简单 第一个puzzle 就是说 白色就是红色 黑白是一个颜色 白色就是红色 红色就是白色 因为所有呢 都是耶稣基督 所以耶稣基督 是白色的头 白色的法 耶稣基督也是 红色的那只虫子 那个taula 所以呢 你如果今天 相信这只红色的虫子 believe in the red taula believe in Jesus Christ 我们就可以被洗的 比血 比毛都还要白 所以我们会从 不好的红色 会变成非常好的白色 你如果不相信 耶稣基督的话呢 你就会变成 你不会变成 不会因为 透过这个红色 而变成白色 所以你就变成不红不白 你就remain在原来 这个rema的这个状态 那你就 就要自己去 对自己负责 那个就很惨了 所以当你在念到 revelation 1-14章的时候 这个白 就请你一定要 记得这个红 你记得这个红以后呢 你只要记得这个taula 这个虫子 所以呢 我们必须要相信 这个红色的虫子 才会lead我们 到白色去 OK 所以这是第一个puzzle 我们把它放在一起 这个比较简单 第二个puzzle呢 就是我们讲到 这个约拿书 因为约拿这个里面呢 被丢到海里去的时候呢 很像是一个耳 也是像一个虫子 所以也就是说 当你念到 revelation 1-14的时候 除了要记得 黑红的 这个虫子的 这个教训之外 要从这个虫子的教训 想到这个约拿的教训 因为这个约拿的教训 就告诉我们 人子是要复活的 所以second puzzle 就是讲 Jesus has risen 他没有死掉 他在渔腹中 待了三天三夜 他复活了 所以他的复活的大能 也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当你看到 这个头跟法 揭白的时候 你第二个要记起来的puzzle 就是 Jesus has risen 所以第一个就是 红就是白 白就是红 他就是我们的韬鲁 我们相信他 我们就可以永生 就可以变白 第二个就是因为 这个虫子 被丢到海里去 三天三夜 又活过来了 所以Jesus has risen 这是第二个puzzle 我们要记起来的 第三个puzzle 我们要记起来的 就是 Let God deal with my kikayon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 我认为的 我的观念就是对的 My kikayon is good 因为呢 我们以前如果觉得说 My kikayon is good 的话呢 那只虫子呢 就是坏虫子 所以呢 God will send 这只虫子 我们以为是一个bad 这只tola 这只tola 来吃掉我们 以为这只好的的kikayon 然后可是呢 你要记得 就是这个kikayon 是不好的 所以今天才要 被tola来吃 这个里面有一个 很神秘的地方 就是当你心里 在不平的时候 这种时候 你一定要跟自己讲 记得这个头发 截白的这个教训 你要记得要让神 Deal with my kikayon 我为什么要让神 Deal with my kikayon 因为他是我的 El Shaddai 在El Shaddai的里面 有一个地方 告诉我说 他是in control的 他会recompense 所以呢 遇到任何 不平的事情 不管是 以利为成的人 不管是 陈静心 不管是隔壁的邻居 不管是家人 不管是 公司的老板 或是这个公司的 这个 这个旁边这个人 抑郁到这种 你觉得很不平的事情 你很想跟他讲 这种时候 你就要跟自己讲 That's my kikayon 因为我现在这个 不好的念头 又出来了 So I'm going to let God 我让神来掌权 我让神来替我复仇 而且神会用他的方式 用他的想法 在他最理想的 时间的时候呢 会帮我把 这个不好的事情 移掉 那同时呢 我也不要有 这种念头 所以呢 要让这个 kikayon 消掉 然后你想想 看这个虫子 这个Tala Warren 来吃的时候 他是怎么样 来去deal with 整个事情的时候呢 他其实是 爬到那个树上去 然后攀在那个树上 然后呢 生那个小孩的时候呢 他自己愿意死掉 所以呢 是经过他 牺牲的方式呢 会去救 会去救我们 可是同时呢 会有一个 很奇妙的方式 会recompense How does it do How is it going to work I don't know 我只知道说 这个puzzle 这个里面 在这个地方告诉我 I need to let God deal with my kikayon end 那个evil OK 所以 through this Tala 我如果相信 这是Tala 我愿意把 我的kikayon 给他的话 I get a new life 所以呢 since I get a new life 我就不会再 坐在这边 生闷气了 I no longer hold the grudges I can move on 所以这是 在这个 这个整个 这个你念到 这个revelation 一到十四的时候呢 应该 我学到了 所以我跟你们分享 所以第一个就是 白就是红 红就是白 耶稣就是那个 Tala 然后呢 第二个呢 就是要记得 Jesus has risen 因为这只虫子 掉到那个 鱼腹里面 三天三夜 就跟耶稣一模一样 然后第三个 就是这个 Kikayon Let God Deal with evil In the meantime Deal with my kikayon 不要一直有 这种成见 觉得我的认为 是对的 所以这是我在这边 在revelation 第一章 第十四节 学到的东西 所以跟大家 花了很长的 一段时间来解释 那这个头语 法 头也白 法也白 我们刚刚提到 一个但一礼书 第七章 第九节 有提到一个 亘古长寨者 那他的头发是白的 他的衣服也是白的 所以可以 echo这个 revelation 十二章十六节 所以我把这个 亘古长寨者 很快的 那个讲一遍 所以这是 有一点题外话 什么是 亘古长寨者呢 亘古长寨者 就是 Anion of Days 这个字 只在 圣经里面 只提了三次 全部都是在 但一里书的里面 在但一里书 七之九的时候呢 就提到 这个亘古长寨者 他的头也是白的衣服 也是白的 头发也是白的 所以跟这个 revelation 是相echo的 到第七章 十三节的时候 我们刚刚看到 有一个人子 架着一个云 被带到 亘古长寨者 这个地方 到了七之二十二节 的时候呢 就会讲到 以后这个亘古长寨者呢 在末世的时候 会来 要替这个 圣民给申冤 OK 所以会有 这个三个期间呢 提到这个 那个亘古长寨者 我直接把答案 讲给你听 如果有问题 我们再去讨论 第一个 亘古长寨者呢 全部都是 但一里 看出去的 所以是 但一里看到的 但一里形容的 所以但一里 看到了一个 这个 这个人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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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神 或是这个神 就是他写出来 他给他叫一个名字 叫 Ancient of Days 亘古长寨者 中文翻译真的太好了 Ancient的意思呢 就是一直都存在的 所以就是告诉我们说 这一个神 是超出过 时间的限制 所以在这个 诗篇第九十 篇第二节的地方 就讲出来说 这个神啊 是从亘古到永远的 从Ancient 到现在都是 在山都还没有 被造出来 地没有被造出来 世界没有 被造出来的时候 神都已经在了 以赛亚书也在讲 这个神呢 没有一个人 能够 能够这个 救人脱离 这个神的手 神做事情 没有人可以阻止 从有日子来的时候 所以这是Ancient 他在有这个时间以前 他就已经存在了 以赛亚书 四十四章 第六节在讲 他是首先呢 他是末后的 所以他是一个Ancient OK 所以呢 但一里的这个 Vision 但一里看到的呢 就是一个 永远存在的 一个这个人 不是说他很老 而是说他永远都一直存在 他超出过这个时间的限制性 那另外呢 他坐在这个火轮的上面 这个Fire 我们就知道 他会来Judge OK 所以这个是对 亘古常在者呢 最简单的一个解法 那你若去看 到底谁是谁的话呢 其实有 这个 这个七支十三节 但一里书 七支十三节 很好 很好看嘛 对不对 很好 很好认 这个人子呢 就是耶稣基督嘛 对不对 那亘古常在者 既然是两个神 一看他有很多的解经 一解就可以解出来说 这个是父神 所以这个亘古常在者是父神 这个人子是耶稣 那七支九 比他稍微早个四节 以前呢 就看到一个亘古常在者 他的衣服是白的 头发是白的 那很简单 这个就是父神 那七支二十二比较不一样 七支二十二说 亘古常在者 以后会来给这个圣民伸冤 这个以后我们会念到 这个亘古常在者 指的就是耶稣基督 是耶稣基督 相同的是一个 Prophetic sense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亘古常在者 可以在以赛亚树里面 可以是父神 God the Father 也可以是耶稣 God the Son 所以从这个地方 你又可以看出来 Trinity 我们的神是一个 Trium God 就是三位一体的意思 Three persons in one OK 所以我们这个就是体外话 那我们今天就全部 念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其实只念了一个 那个白的那个字而已 我们下一次会接着 接着往下走 谢谢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